Rich Mayer 的第二个教学设计原理 是感官讯息的丰富度原理 这个原理是在介绍 学生们在有动画加旁白的设计下 会比只有动画和文字设计来的 更容易学习与了解 与动画图像共同展示的语词 要用声音或者是旁白来解释 会比用文字来解释 更容易让学生了解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教学的实例 这个设计是来介绍太极善的教学示范 在第一个设计 就是将文字和动画同时呈现的一种教材 让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设计 同样的是做太极善的示范教学 在这个设计下呢 没有文字只有旁白的讲解 太极善开始 两手合抱胸前 重心右移 野马分踪 收右脚重心往左移 双手分开 白鹤亮翅 好了 我们看过了这两种设计 所以现在我们要来做一下的比较 我们看到第二种的设计是只有动画加上旁白 它没有文字 在这个设计之下呢 在这个设计之下呢 我们同时的可以由视觉和听觉来接受我们学习的讯息 这个认知理论呢 这个认知理论的证据已经证实了 梅尔的多媒体学习 有三个假设的第一个假设 他所说的第一个假设是双通道的假设 他认为人们对于感官信息 例如听觉视觉 有不同的接受的讯息的通道 所以人们呢 可以从两种不同的通道呢 来同时接受讯息 让我们再回复一下刚才的设计一 在第一种设计之下呢 我们看到了动画和文字是在一起的 在这种学习的设计下 我们的学习的双数讯息通通都是由视觉而来的 文字也是要由视觉接收 动画也是要由视觉来接收 这样子呢 造成了我们认知系统 无法有效的在同一个时间 加工从同一个通道所接受的信息 这就是梅尔多媒体学习的第二假设 有限容量的假设 所以在比较过这两种的教学设计之下 我们可以让大家体会一下 人类认知的学习过程和本身的一种限制 了解了这些理论和现象 可以帮助我们设计更有效的学习的方法 梅尔的第三个原则是 临界性的原则 临界性的原则包括了空间性的相连原则 和时间性的相连原则 空间性的相连原则 是在讲解与词文字与相对应的图形 画面要放在一起 会比与词与相对应的画面分开来 对学生学习的效果更好 时间性的相连原则 是在介绍对于动画的设计 简短的语词文字与对应的画面 要同时的呈现 会比分开来的时间的呈现 效果会更好 这是我们的 临界性的原则教学的实力 这个教学是在介绍 水果、凤梨和香蕉 在设计一的图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了凤梨、香蕉的名称 至于解释的部分 学生要到右方去找个别的名词解释 例如说 凤梨 我们要到这个地方来看 香蕉的图片在这 可是我们的解释要到这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另一种的设计 同样的是在 讲解凤梨和香蕉 内容完全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摆设的位置 有一点变更 在设计二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名称、解释和相关的图片 通通都非常的靠近 我们在比较这两种设计之下 学术研究的结果呢 认为是设计二 比较容易学习 那是因为学生可以在近距离看到相关的资讯 我们的设计一呢 在图面上看到了凤梨香蕉的名称 至于解释的部分 就要到别的地方去找 这种设计在于书面阅读 设计上呢 它可以达到了美观 整齐的效果 但是要在网路面授教学 或者是专题演讲的时候呢 观众只有短暂的时间去了解 主讲人所要表达的观念 所以距离画面越近的文字 它的内容呢 比较容易为学生所吸收 我们来看一下 冗余性的原则 冗余性的原则 是在告诉我们大家 文字 动画 旁白 三种不要同时的放在一起 那是因为人类的认知系统 无法在同一个时间上 集中在这所有的三个媒体上面 这也是说明了人类认知系统 多媒体学习第二假设 有限的容量假设 它是在讲人类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通道 所能够加工处理的信息 是很有限的 所以文字 动画和旁白同时的出现 我们接受讯息的程度就会减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教学的实力 这个教学同样的是在介绍 太极扇的教学示范 在这个设计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动画 文字 旁白同时的出现 大家看过了这个示范 您是不是已经有了一种感觉 在这种教学之下呢 是比较困难的学习 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的设计 这个教学的内容是每日的价值 这一个教学实力是由陆老师的面授教学 来做一个示范 陆老师要介绍一下 如何使用不同的感官认知通道 它是借由视觉手语动作来指导 这一个很抽象的理论 伦理课程中的试字教学 都是比较不太容易学习的 让我们来看看 如何使用不同的感官认知通道 来促进学生的学习 明镜大学生 这是什么? 责任 心啊 很好,那这是什么? 天心 那这是什么? 耐心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设计一的教学 它的资料非常的丰富 但是学习起来效果不好 因为我们无法在同一个时间 把这所有的资讯通通都接收 那我们看一下陆老师的面授教学 这是利用不同的感官认知通道 借由视觉、听觉、手语、动作 来指导这个试制教学 同学们能够借由不同的通道 处理我们的学习的信息 所以使用不同的感官通道 人类认知系统可以同时的吸收 所以学习的效果会非常的良好 好 好